大学期间我有幸聆听过前老的授课 我一直记得他说的那句话 虽然科学没有国界 但科学家是有祖国的 博士毕业后在参加面试时我说 我的目标就是让我们国家的导弹领跑世界 把自己的人生理想和奋斗追求 与国家民族复兴结合起来 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特别幸福的一件事情 通过我们的管理和颠覆性技术双向驶动 使得我们装备研制周期越来越短 现在进行的是装备地面实验 如果成功 它将是未来的一款新型装备 就像孙悟空的金箍帮女 它会变 变呢是多维度的变 能够适应各种作战目的 一切准备就绪 一切准备就绪 这一切准备就细备了